我生前一尺,是我的世界 即便是贯主和长教,也不敢站在这儿 你就算再快,也没有意义 我想试试 对于柳白的这句话,小编总感觉有点言过其事 早已逾越武镜的大师兄 难道真的不是致命巅峰柳白的对手 原来就在刚才,宁缺与桑桑二人 被天晴的七年困在一座佛光大阵之中 大师兄里慢慢利用无惧镜 从大阵的各个不同方位进行冲撞 可没想经过无惧瞬间上千次的撞击 甚至连身上的骨头都被撞短 依旧没能破开这座大阵 就在这时,二师兄的那把后盾宽直的铁剑 带着迅雷之士呼啸而至撞向大阵 是书院最讲理又是最能打的二师兄感到 君墨右掌虚握召回铁剑 君墨的铁剑指掌横切 依然走的是他的方正之道 方正宽直的大铁剑剑一爆裂 魂厚磅礴的浩然剑气筑满了剑身 一剑斩破了佛光大阵 七年感同身受 这一剑同时也破了他的不动冥王法身 行走世间的佛子七年 每次出场不是在挨揍 就是在去挨揍的路上 只是这次揍得有点轻 此刻宁缺剑佛光大阵已破 带着桑桑坐上马车准备逃离 突然有剑穿越山川河流自天外飞来 剑的速度过于太快 根本看不到剑身 只能看见一道道流光 不断地冲击着车厢符文 天地之间车厢周围都是紧密的剑影 我白的剑 我去救了 这正是人间第一强者柳白的剑 面对名女将事件胜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所以大师凶才会动用无惧之能 来到柳白的身前 刚好落在李柳白有着一步之遥 正好一尺开外 你明明是最快的你 却为什么要叫慢慢呢 因为慢 所以才能快 因为所以 我喜欢这个道路 你就算再快 也没有意义 我想试试 你断了多少根骨刀 二百 零六根 你这样会死的 至少我现在还没有死 整个书院全都是疯子 请剑圣大师收剑 与此同时 骑山眼看柳白的剑就要冲破车厢 杀死桑桑之时 用尽了最后一丝念力 启动棋盘将宁缺与桑桑连人带车 送入了棋盘世界 黑色的马车驶入清静的佛光之中 柳白再也无法感知到桑桑的气息 所以剑圣柳白也只能收剑 不然他与大师兄一定会有一场矿石大战 此时此刻 君墨这边正准备一件结果 策划整个烂科事件的始作勇者七年 宝树带着老乡好娶你宝宝正好赶到 今天当时 你身手中伤 而且是不要再造伤你 那你们为何又有力 围攻我小师弟 我们是为了 整个人世间 递到黑暗入侵 他没有错 为何要为今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便提前付出代价 君墨为人方正严谨 行君子之道 根本听不得二人再说废话 一道剑气挥国 玄空四戒律院首作宝树就此毙命 屈尼小宝贝从此变成群一小宝负 抱着宝树老泪纵横 伤心欲绝地看着君墨悲愤骂道 你们是吗 放荡 难道于是天下 书院是无敌吗 臭臭 我书院本就天下无敌 君墨听到屈尼既然敢骂他是臭臭 准备上前送他去见宝树 起了这事七年又站起来阻止 君墨干脆索信 要将这群银僧烂泥送到极乐世界 正好善良的大师兄及时赶到 师叔 你今日为什么要这么护这冥王之女 难道还不足之永夜来你 我做的一生要守护人间 只不过对于如何做这件事 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我是骑山 所以我这一生选择的道路 想来在世人眼中都是骑 说完这句话 一代天秦大德骑山大师就此落幕